Hello 大家好 就是说一下 如果你选择和谁在一起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 就是那种会养人的人 就是 很多人你做不到 我看破一切 做不到看破会怎么样 心里的信念会是这个人 就是很多人他的信念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人 挂念的是他 把他放在心里 这样如果这个人是个养人的人 那倒还好 你自然变得越来越好 可如果这个人是个不养人的人 反而是个折腾人的人 是个好人精神的人 那你肯定会越来越憔悴 身体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老 状况越来越糟糕 这就是这样的人 不养人 你可以把你现在的状况 如果你现在你已经有伴了 有和谁在一起 不管是亲人也好 朋友也好 还是恋人也好 你想想认识他之前 在你心里 放下他之前的 你是什么样 你装了他之后 两三年之后的你是什么样 你一对比就知道了 这个人到底是养人 还是不养人 这可能对你的选择 可能会有帮助 但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选一个养人的人 我不得不说我选对了 就是我选的是阿弥陀佛 我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 我发现我吃素三个月了嘛 就已经整好三个月了 我发现我变得很幸福 我生活得非常幸福 然后运气超好 然后生活都非常顺利 而且我觉得自己状态越来越好 然后看起来越来越年轻 我觉得阿弥陀佛 非常的养人 就是说 如果你把什么东西装在心里 它一定是养你的 它不是耗你的 大家能够明白吗 这个呢 要自己去体会 那种耗人的东西 你放在心里 就是在耗你的精神 耗你的生命力 就是在耗你 可是养人的人 就是在养你 真的是在养你 润养你 整个人 大家要去慎重地去选择 一定要选一个养人的 那如果还没选到的话呢 反正我是 觉得哈 要把心里住着真善美 如果你还心里什么都没装 不如不妨就装一下真善美 你肯定越来越好 因为这些东西是真的 加油 表达